大約2007至2008年 香港有很多舊的建築物被拆射 所以當時社會的聲音是 要保育一些值得保育的建築物 政府推出了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青山道88號納入第一個計劃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成功了這個計劃的經營權 希望可以用到這個地方 做一些推廣中華文化的活動 政府提議因為姚宗儀教授 對中華文化推廣做了很多功夫 他們希望可以用這個地方來命名 因為我們跟姚宗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這裡由文化傳承的項目 改名為姚宗儀文化活動 這個建築群青山道88號 大約有20多間 1921年至1924年所興建的建築物 所以最年輕的那間已經過了100年了 我們當時要做的就是盡量保留原有的建築物 之前這裡是荔枝閣醫院 我們就保留它在醫院時期的外貌 然後將外面的環境修緝 做得更漂亮 令到這裡更加有文化氛圍 我比較喜歡外面的荷花池 我們有個很漂亮的名字叫天光雲影 取著朱熙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是天光雲影凍陪梅 我們設計的時候是特意選擇一個位置 是可以反映到窯館裏面不同的景色 即是連中區那些都可以看到 我們有紅磚牆的磚屋圍著荷花池 所以整個感覺都是一個氛圍 真的很寧靜 很有文化 在下面看完紅磚屋之後 原來豁然開朗又有六間屋子 感覺又很不同 而且我們用了中庭的地方 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會做婚禮 有不同的項目 有時有文化團體會遭用他們做一些文化項目 我覺得這一種正是我們做到文化傳承的初心 另外就是因為這裡的地方很漂亮 我們就盡量利用做一些心靈洗滌的工作 例如做禪修 我們又跟不同的單位合作做了一個禪藝學院 我們希望這裡可以繼續成為在繁囂鬧市中的一個文化綠洲 因為有這麼漂亮的環境 鳥宇花香又遠離陳囂的地方 可以真的讓大家靜下來洗滌心靈養心 還有一堂的收拾